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李沁春季出油罩曝光 牛仔套装超少女 软萌造型惹人爱 对于粉色的小饰品 或者是衣物 小仙女们一定爱不释手 但是粉色是很挑的 而且对于皮肤偏黑一点的小仙女们 对于粉色的衣服那真是不敢穿 实在是太显黑了 但是少女不一定表现在外表 要懂得从内到外 不过在衣服的装扮上也很重要 李沁本身长相就很甜美 当然穿搭上面也给他增分不少 看看李沁这套牛仔短裙 是不是感觉像是回到了少女时代呢 牛仔款式的衣服 无论什么年龄阶段的小仙女都可以 学生党合适上班族也照样可以穿 就像李沁选择的这款长袖牛仔短裙 不仅很显年轻 穿起来也很凸显气质 疫情过后想去郊游的小仙女们 肯定都想打扮得漂漂亮亮 毕竟要一个月没化妆了 是不是手都有点痒了呢 精致的妆容还需要有精致的衣服搭配 小编觉得这款长袖牛仔短裙就很合适 是很适合拍照的 当然也有很多小仙女们会觉得穿裙子浇油 是不是有点太不方便了 但又想穿牛仔款式的 别担心小编都准备好了 裙子不适合浇油 那裤子总适合了吧 行动方便 还利落 这套牛仔套装 穿起来很方便 而且衣服的设计上没有太多的繁琐装饰 牛仔款式的衣服版型很好 不用担心会出现褶皱的现象 这套看起来又有几分像是工装的样子 小仙女总不能一直穿裙子吧 偶尔换着穿 也能让自己看起来焕然一新啊 当然春天终究还是离不开毛衣 总觉得毛衣搭配各种各样的裙子很好看 反而忽略了牛仔裤 看看是不是很少女呢 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 纸筒裤是很显瘦的 所以小仙女们不用担心 自己在家长胖的肉肉遮不住 一条纸筒裤就可以帮你解决 再搭配同色系的毛衣 美极了 可是近几年来 牛仔外套也很受人喜欢 无论男女都想入手一件 这部李沁也穿上了 短款的牛仔外套 有很多小仙女们是不愿意尝试的 不仅不好搭配衣服 而且还很挑身材 这还要身材好的人才能驾驭的了 不然就真诚翻车现场了 所以这件衣服小仙女们还需要慎重考虑 但是要按照李沁的这种穿法 短款牛仔外套加黑白格高腰裤 倒也是很好看的 简单大方 牛仔的款式总洋溢着青春 格子的元素又增加了几分成熟 俏皮中略显成熟 遮肉又显瘦 很适合上大学的小仙女们 橙色的毛衣 也很少有小仙女敢尝试 不仅挑人 而且很显身材 要是没有外搭简直不敢穿出去 橙色颜色较深 就需要找一款浅色的外套 但又不能太单调 最好选择有格子或者是条纹元素的外套 外加一条打底裤 最好搭配高靴子 这就可以美美的出门逛街了 看习惯了花花绿绿 是不是也想来一点简单款式的衣服 既不显得很耀眼 但也不能太俗气 那小仙女们不妨尝试一下 李沁这种一身白色的衣服 不会显得太嫩 也不会太成熟 更不会太花哨 给人一种很干净的感觉 但是可就真有点不耐脏了 就得需要小仙女们经常换洗啦 衣服总归还是适合自己的好 但是不尝试又这么知道自己合不合适呢 所以小仙女们为了美丽可不能懒 要懂得去享受生活带来的小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